字幕by bwd6 K.J.安琦今天以一身性感低胸肠裙出席护肤品活動 早幾天兒子姊姊姊姊姊張雖、16歲生日 請一班同學回家開P 雖然姊姊也樂意親父母一起玩 但兩老都懂得做的 自動走去健身房遠距離參與 還帶讚姊姊姊同學又乖又美女 連妹妹卡卡波都有禮物收 不知當中有沒有誰是James的潛力女友呢? 但我經常問他 但他的答案很完美 他永遠都說自己單身 他無論是多少同學 有些蛛絲馬跡說過 他都說自己單身 我覺得他很會玩 即是他的同學有班 我問他的同學 其實James有沒有拍拖? 他們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問他有沒有 他說沒有 他們又答得很好 同學又很疼他 但他好像暫時不說 我期待有一天他會跟我分享 他的戀愛心情 我都會很開心 因為我都很喜歡聊這些 戀愛的事 但他帶來的十幾個同學 有否美女呢? 美啊 我真的沒有選錯學校 他學校的女同學又漂亮 心底又好 又喜歡小動物 又喜歡小朋友 對長輩又尊敬 這間學校真的沒得頂我 眨眼阿仔就中學畢業 原來他對運動科學和表演 都很有興趣 K還爆兒子 上次和爸爸回演禮時 見到長腿姐姐跳舞 都有心心眼 所以他們做父母的 只要子女喜歡 都會支持 我覺得有天分的人 是值得為他加油支持 如果他有興趣做表演 我會給他很多意見 他幾%大不大表演 他喜歡表演 我前幾天才去看過他做話劇 他都想好造型 又買了道具 都很認真的 他 如果他明天跟他說 要參加全民造星 那怎麼辦 他都夠膽 如果他真的夠膽 我就欣賞他 但我沒聽過他 他未必會想去比賽 他那個人很Chill 他不是那種 喜歡跟別人比拼的人 但是 他是喜歡欣賞表演 他又不介意分享自己的 唱歌表演跳舞 他都喜歡 出席完活動之後 K又要說回劇組拍新劇 發語情 已經進入最後殺科階段 雖然很捨不得 不過他都很搞笑地說 總算不用再給大家 偷影他的睡覺照片 我是對他們 都是又愛又恨的 就是他們發現了我 背場對白的秘訣就是 背完之後要立刻睡一睡 讓他在腦裡 就醞釀一下 然後醒來之後 立刻想回那段對白 都想到 就證明是很熟 但是 他們經常都多角度地拍我 遲早會出事 但是他們也有說 是有愛的 因為他們沒有選到 由下面炒上來的角度 他們都是彈球拍到一些優雅的照片 我感覺到他們都是很有愛 但是我自己看回那些照片 都真的覺得自己 連睡覺都維持得很好 坐又坐得挺示正 有時雙手放在桌上又好像祈禱一樣 睡覺都睡出一種虔誠的感覺 我覺得都真的不錯 我自己的垂肢 劇組那麼有愛 今次合作一定有很多火花 請大家訂閱、留言 和LiveView1HK的Youtube頻道 再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